你们家的传家宝 我给你赎回来了 想你这铁扇 换上了 好点 想想你去保护一个人 好 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乞丐接过铁扇后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负伤李玉堂的请求 很快到了二人约定好的日子 乞丐准时出现在了事先商定的地点 他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抵挡住追杀革命党人孙文的杀手 拖延他们15分钟的时间 以保证孙文先生顺利撤离 眼看敌人向自己冲来 乞丐目光坚定 随后打开手中的乌精铁扇 使出一招却为抹猴 紧接着大步跃起 轻松逃出了敌人的包围 见众人准备再次向他发动攻击 乞丐便飞身冲入人群之中 正当乞丐与众杀手激战震撼之时 他发现几名杀手想攀墙进入屋内 于是便迅速跃上台阶 使用乌精铁扇将敌人暂时击退 只见他傲然立于乔助之上 一股军灵天下的王者气度压迫开来 使得台下50多名杀手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一杀手跃上前来 率先打破将军 身后众人也跟着义拥而上 此时乞丐抄起竹竿向中杀手挥去 而敌人竟突然向他抛出了血钩子 不仅缠住了乞丐的左右臂 还使他后肩前胸相继重招 尽管如此 乞丐还是成功地将钩锁震开 在震脱出来之后 便用乌精铁扇直击敌人咽喉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血钩子再次飞来 勾中了乞丐已经破损了皮肉 乞丐随即以铁扇斩断了钩锁 石阶之上铁扇横指 双方混战在起 乞丐的乌精铁扇虽一击一杀 但他已是遍体鳞伤 乞丐拼着残驱终于把对方最后一人杀死 而自己也仅剩一口油丝之气 此时乞丐见蜻蜓杀手统领严孝国走过来 面对这个将死之人 严孝国并未过多理会 只是将其一招放保 可乞丐见严孝国还欲追赶 抬手变了 这一举动却将严孝国彻底激怒 只因辩子正是严孝国誓死 效忠蜻蜓的象征 紧接着乞丐便惨死在其大刀之下 同时也完成了保护孙文先生的请求 而乞丐之所以拼死也要履行自己的承诺 是因为李玉堂有恩于他 原来乞丐平时就受李玉堂关照 每次李玉堂经过 都会给他一枚银元 两人闲谈兼乞丐告诉李玉堂 自己本名刘玉白 曾经是一名武状元 因为爱上父亲的女人 导致父亲悲愤而亡 心爱之人也在他面前自尽 自此他便一蹶不振 只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聊此一生 恰逢当时 革命党领袖孙文先生即将到岗 准备发起革命推翻蜻蜓统治 李玉堂急需寻找保护孙文的能人知识 得知刘玉白竟是武状元 这才来寻求他的帮助 一天李玉堂在家中大摆宴席 庆祝儿子李崇光成功考入美国耶鲁大学 还吩咐手下阿四给穷人百姓们分发粮食 此时李崇光的恩师陈少白姗姗来迟 进门之后他便匆忙找到李玉堂 李玉堂知道陈少白其实是一名革命党人士 听着陈少白慷慨激昂地告诉自己 孙文此行目的 是为了联合13省代表发起革命 柯李玉堂却仍旧不愿亲自参与其中 只因他不愿卷入纷争 连累佳人 于是给了陈少白一些钱后 便让他离开 获得资金援助后 陈少白立即前往高升戏院 找到戏班班主方天 希望方天能确保孙文的安全 以便顺利召开会议 方天曾是一名带兵抵抗列强的将军 可却因为蜻蜓软弱 甘愿屈服于外敌 导致其被革职通缉 听到终于有了报仇血恨的机会 方天当即就答应了陈少白的请求 殊不知二人的对话 被躲在门外的沈重阳听得一清二楚 原来慈禧太后 听到孙文启程去香港的消息后 当即下令要将其诛杀 那就别让他离开了 去告诉严将军 接到执意的严孝国 当即启程前往香港 到达口岸时 他找到沈重阳 他知道沈重阳是个是赌如命的毒 为了钱财什么都能做 便只是他跟踪负责保护孙文的陈少白 并将其行踪告知自己 得到消息后的严孝国 当即开启了动员大会 第二天晚上 严孝国抵达香港的消息不禁而走 于是陈少白带着一封密函 急匆匆地跑来戏院找到方天 话音刚落 数十名蜻蜓杀手突然破顶而入 他们向戏院众人泼洒浓酸 引起一片哀嚎 紧接着就对众人痛下杀手 见此情景 方天胆忙让女儿方红先行撤退 见方红迟迟不走 情急之下 方天只好将他一拳打晕 随后用窗帘把他包裹 顺着窗户将方红送到楼下藏匿起来 而此时的戏院内 仅剩方天一人还在抵抗 他挥舞大刀在几名杀手间穿梭 几轮交锋之后 以时伤痕累累 方天随即发出一声怒吼 却被身后一群蜻蜓杀手的铁钩缠住 眼看着敌方头目的尖枪即将刺中自己 方天便掰开头目的一根手指 当即将其砍断 自己则利用对方吃痛之时挣脱束缚 然而方天还没稳住身形 就被敌方头目疯狗一般接连刺中竖枪 最终倒地身亡 打斗结束后 李玉堂闻讯赶来 却只找到一根陈少白的钢笛 随后他便来到陈少白的报舍 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陈少白留给他的信 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 故有一事恳请 若欲不测 兄台务必替武完成使命 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 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 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 少白扣手 鞠躬尽摧 爱国人士陈少白 此时下落不明 他请求好友李玉堂 保护好后天到港发动革命的孙文先生 第二天李玉堂便看见大批警察来到报馆门前 以报社宣布孙文来港消息 煽动民众不良情绪为由 前来查封 此话一出 引得围观群众纷纷拍手叫好 李玉堂眼见蜻蜓滥杀无辜 自己的好友至今生死未卜 警察私幼毫无作为罔顾人命 经过一系列的变故 李玉堂的爱国之心终于被激发出来 随后李玉堂便回到了报馆内 号召大家一同保护即将到党的孙文 演讲结束后李玉堂便四处奔走 去寻找能保护孙文先生的能人知识 他第一个找到的便是昔日的武状元 现在已经沦为乞丐的刘玉白 刘玉白见对方赎回了自己的传家宝 便立即答应了李玉堂的请求 随后李玉堂在阿四的决见下 找到了一麦臭豆腐为生的王复明 此人身高两米有鱼 施出少林力大无穷 王复明表示自己受过李玉堂恩惠 吃过李家的米 又见李玉堂怒斥欺远怕硬的警察 对其心生敬畏 随即答应与李玉堂一起共识 商议完毕后 在回家的路上 李玉堂听伙计阿四提出 他也想加入到保护孙文的队伍之中 李玉堂深知此行凶险 本想拒绝 但在阿四的坚持下 他还是同意了阿四的请求 与他们一同加入革命队伍的 还有方天的女儿方红 他找到李玉堂 表示自己愿意继承父亲的遗旨 我第一做事 我就做事 傍晚李家的大门被扣响 管家打开大门后 发现来者竟是失踪多时的陈少白 原来那晚 陈少白逃出戏院后 就被严孝国抓了起来 随后他通过自残的方式 骗过守卫得以逃脱 到了抽签当天 中签之人竟然是李玉堂的儿子李重光 但李重光并不愿意就此做罢 至此护送孙文的各路人马集结完毕 第二天孙文如期而至 陈少白与一众革命人士家道欢迎 阿四在孙文下船后 以最快的速度 让孙文乘车离开了码头 但这一切都被严孝国看在眼里 他们进入皇后大道后没多久 便遭到了公奴手的袭击 楼顶的骑手刚要挥起通报 就被杀手一刀毕灭 紧接着无数箭矢从四周袭来 话音刚落 只见王复明从人群中窜出 拿起摊位上的西瓜向公奴手们扔去 每一个瓜都精准击中敌人头部 使其昏厥后 王复明急忙准备追赶大部队的脚步 不料却遭到潜伏在暗中的杀手的袭击 王复明被其一刀刺准 紧接着大批杀手蜂拥而上 将他淹没在刀海之中 另一边 车队行至一处即将开业的舞鬼 随着鞭炮爆炸声响起 周围瞬间烟雾弥漫 大量杀手从天而降 对众人发起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 方红扔出铁锁将敌人击退 又见身后有一大头娃娃想要袭击自己 回身与其展开了交战 几招过后 见对方抑郁逃跑 方红便立即追了上去 剩下车队众人与杀手苦苦纠缠 就在这时 一个血淋淋的身影从浓雾中走出 原来是身受重伤的王复明 只见他上来便放倒几 并大喊着让车队先走 王复明见车队即将离开 便使出浑身力气 放倒巨大的牌楼 将一众杀手压倒在地 但他也陷入了敌人的围攻 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 方红跟随刚刚的杀手 来到一处店面 却发现对方准备点燃火药 将车队一众人马全部炸死 方红见状立即与其陷入激战 可他屡次发起进攻 却都被对方击退 眼看火药即将被引爆 方红当即冲出屋外 用铁链锁住了房门 随着爆炸声响起 方红最终用性命完成了父亲的遗址 此时几名警察闻声赶来 向众人发难 然而就在双方纠缠中 其中一名警察突然掏出枪来 将同伴击毙 随后又将枪口指向陈少白 正当众人冲上前去 想要将他制服的时候 突然一声枪响 这名杀手竟当场倒地 原来是楼顶上的沈从阳在暗中保护 沈从阳在亲眼目睹数十名爱国人时 因为自己贪图小力惨遭杀害后 便一直心怀愧疚 当晚就来到报馆门外 烧香拜扣 并决定加入到保护孙文的革命队伍之中 此时的沈从阳正在被杀手追杀 只因他背叛蜻蜓 加入了革命的队列之中 与杀手缠斗了一会之后 沈从阳转身变逃 没过多久 就又被对方追上 在杀手猛烈的攻击下 沈从阳渐渐露出了扩展 被对方一个爆摔按倒在地 口吐鲜血 可沈从阳依然没有放弃反击 只见他一把将对方小腿抓住 随后使出一记剪刀腿 将对方撂倒在地 接着连出竖拳 将对方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随后一把将对方抱起 沈从阳见对方没了动静 刚刚放松警惕之时 杀手却一跃而起 一九谈将沈从阳打翻在地 好在沈从阳及时抓住一块磁片 这才能将对方反杀 随即便匆匆向车队方向赶去 路上沈从阳遇到了 策马而来的言效果 早已历劫的沈从阳 竟选择直接用肉身冲撞过去 将马匹逼停 舍生取义 为车队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在众人的一番努力之下 车队终于赶到会议地点 刘宇白如期前来 履行了他的承诺 随后众人便匆匆赶往楼上 准备召开会议 而楼下的刘宇白 仅凭一把乌金铁扇 便将数十名蜻蜓杀手阻挡下来 他要做的 便是在孙文家门口坚持15分钟 以保证孙文顺利开完会议 只见刘宇白出招训马 凭借一根竹杆一把乌金铁扇 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几个回合下来 刘宇白早已伤痕累累 当他将最后一名敌人击杀后 又看见一只未曾出面的严孝国走过来 刘宇白拼尽全力 用乌金铁扇将对方的辫子斩断 可此举也彻底激怒了严孝国 只见对方发出一声怒吼 随即刘宇白便惨死在其大刀之下 此时屋内的陈少白 擦了擦沾满鲜血的怀表才发现 会议时间已到 于是便让阿四带着李崇光 吸引敌人的目光 以保证孙文顺利离岗 可惜车队最终还是被严孝国追上 他运用强大的臂力 将一根竹杆贯穿李崇光所成的人力车 使得车夫当场毙命 陈少白赶忙上前查看 得知李崇光还活着后 阿四便让陈少白拉着车先走 自己则猛地跳上严孝国的后果 用砖头对着严孝国一顿猛砸 紧接着阿四就被对方拽住双腿 摔在一旁的灯柱上 阿四见严孝国想要继续追赶陈少白二人 便爬起来死死抱住严孝国的腿 眼看陈少白拉着车越跑越远 怒火中烧的严孝国当即对阿四痛下杀手 将其搏梗扭断 当场毙命 没过多久陈少白就被严孝国追杀 面对严孝国的追杀 陈少白慌万之下 竟不慎使在着李崇光的车滚下台阶 陈少白见严孝国穷追不舍 只好对其大声呼喊 可严孝国此时已激进风魔 只见他对着车内狠狠捅了下去 将李崇光杀死 陈少白见转 连忙捡起地上李崇光掉落的手枪 向严孝国设取 以报滚 话音刚落 严孝国便倒地身亡 与此同时 结束会议的孙文 也终于顺利地登上了离开香港的轮船 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爆发了反清起义 在无数爱国人士的努力下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清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彻底推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